自工拿着高压水枪 仔细的清洗路面 让原本长满青苔的楼梯 变得干净许多 这里是新二路36项 通往子旋宫的阶梯 由于坡渡斗 加上地面容易长青苔 相当的丝滑 23号晚间 一名富人不慎跌倒受伤 金融市议员何淑萍接获民众反应 隔天就派出了自工团队 进行地面清洗 然后今天淑萍就跟团队 带来那个高速水刀枪 来帮忙清洗楼梯 然后也感谢我们隔壁的阿姨 她借水借电 让我们来把这些青苔清理干净 淑萍也要在这里建议是政府 因为基隆多雨 应该要常常检讨阶梯 是否固满青苔 行人行走是否会跌倒 应该做一个全面的总检讨 基隆冬天多雨 阶梯容易长青苔 市议员何淑萍建议市府相关单位 要定期清洗山坡地的阶梯 来维护居民行走安全 记者黄烧民基隆报道